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什么您的牛排要挤成熟呢 这牛排没关系 大家突然觉得家里的电视变成黑白的了 而且我们是父爷儿童啊 对对对 说明我们现在追求极简 对 那生活都是这样的 要追求极简 但是朋友的关系 我觉得也要简单化 但是今天来的这两个人太复杂了 怎么了 第一他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第二他们是一个类型的演员 第三都是热播剧的男主角 那就是冤家 第一次还是一个年龄段的 这样的关系放在一起 对 我们干嘛那么不友好 人家是一对好朋友 让我们一说呢 这一对好像是暗藏杀鸡似的 同行有冤家 但是他们两个我很喜欢 你应该知道我的品位对吧 对对对 我不喜欢长成那样的 你竟不喜欢长得好看的男生 不是 你们俩可以走了 不是 但是呢 他们演的都是非常有个性的 对 比如说其中一位啊 他不光是这个好男人好丈夫 而且做菜作人也很棒 另外一位啊 借枪也借得特顺道 对 借枪里面虽然不过男一号 但男一号就张嘉义的戏 全部为了抢光 上次张嘉义来 你可没这么说啊 因为那时候还没播 马上一播 他比张嘉义还红 哇 而且我不知道两位啊 真的是好朋友竟然啊 那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 王斌 李乃文 实际上演员李乃文 便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早年间在话剧舞台大放异彩的他 从热播剧动什么别动感情气 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影视界 无论是电影集结号 还知道近期热播的电视剧 借枪风声传奇 李乃文松弛自然的表演 都令无数观众印象深刻 这顿晚餐很特别啊 看来是为了明天送二位上路的 怎么样 还满意吗 同样列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的房子冰 从玉冠音中的铁军开始 在诸多影视剧中 都给观众留下了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印象 并一度成为影评上的好男人代言人 最近房子冰更是开始涉足主持界 纷纷火火的主持起了美食节目 俗话说同行是天价 既出演小人物渐长 且年龄相访的两人 生活中竟然是对超级好友 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故事 又是怎样成为至交好友 本期超级访问将为您逐一解答 欢迎房子冰您两位 欢迎两位 两位那个长自己什么呀 互相上 越来越漂亮 刚才你们在上面说我们俩什么呢 长得美样呢 如果这男生长得好看啊 很帅啊 他就不看了 我不是那意思 我说我不喜欢长得特奶油的 我喜欢长得特别 特知识的 演艺是哪个演员是奶油的 往那边看 你不就是演员吗 真的 两位啊 我觉得好像都分别上过我们的节目了 那这两位是哥们 我们这第一次听说 你们哥们多久了 现在是11年 11年吧 11年 真的 那我们请观众来猜一下了 因为这两位是校友 来猜猜看 谁的学长 这太得罪人了 没事 他不认识你 你就猜吧 戴眼镜的 戴眼镜的 我呗 谢谢 学长 嗯 还有呢 我也觉得是啊 算我别回来了 站着 那就猜成这样 我们揭晓证据答案吧 来 学长 请我往前走一步 走吧 好 你这个演员不帅 那一步的敌人 你感到那个伤感了吗 刚才这个答案 我觉得男人到这个年龄 就应该体现一种魅力 一种味道 我觉得我到这个年龄了 就应该是这样 方便那人是特别好 上学的时候 就长这样 就长这样 就是一块特别像一个私伤的父亲 没有 你刚刚生了孩子以后彻底成老样 对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呢 您估计 运气就这样 没有 人家说啊 就是像我这种长相的人 生出来就这样 对对 那过了 就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等我到了五十 我还是这样 对对对 幸福永住 我跟你讲 今天节目特别好看 为什么呀 这位是哪里人 北京人 北京人 这位是 圈寅 对 谈话节目 主要来了北京人和天津人 还愁没得聊吗 啥没得聊都能聊 那你们俩回去吧 认识 认识 来 我们就会认识 超级认识 谢谢 系统 他是义正义邪 让人又恨又爱的坏小子 他是憨厚温和 他是努力的心好男人 细化的他们是交情过硬的默逆兄弟 实力派演员李乃文 房子斌 做客超级访分 好兄弟现场变脸 获抱对方最大缺点 毫不留情 第一次对他印象特别深的是 看他们班那个交作业 我说这人演得太好了 做结果吧 这人怎么长这么老啊 这个时刻好 很随和 钻这个肩膀 刺这个牙 吃力 太猥琐了 李乃文见一个人要 见十岁以上才能记得住 我给你举个例子 刚才 然后咱们这个编导 说乃文 你还记得我吗 乃文就是 就开始露牙笑嘛 我还是见过 生活中 亲如兄弟的两人 工作中 却无法正常合作 你们两个 演戏的时候 会不会笑 没法演 就不能眼睛看眼睛 然后就莫名其妙在这笑 精神已经控制不了了 只能靠生理 什么叫生理 手掐 嘴唇 咬 咬 咬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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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疼咬哪 实在不行 咬大嘴唇 李乃文 至今单身 桃子冰 热心牵线 却招冷带 我个认为 一个同学也帮他介绍过 当过红娘 人女孩一看 她也没跟人家说话的意思 女孩就说 我走了 拜拜 就这样 你的这个桃花 你得我来给你安排 多久 把他这事给唠听了 别逼我 我这办事送不可快 修计间 男朋友感性对话 温暖前场 她的脾气 平静 各个方面 我是 比我媳妇还了解 比较了解吧 而且她身体 也不是说特别好 你说我的同学 你自己也得 对 确实得注意 诸图精彩故事 就在本期 超级范围 两位往这一做呢 我们要这个 重重跟大家说一下 两位是七一年的哥们了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关于房子宾啊 大家看起来就说 你比他老 对不对 你有没有用什么方法 来报复过他呢 没有 因为根据这种长相问题 我从来不跟他争 因为我色彩再大 再显大 但我有时候 我可以把 剪剪髓 脸可以瘦一点 是胖的 脸可以大一点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来调整 对 有些人脸不能调 他永远这么大脸 他有一次 我正在冲州拍戏 他给我打电话 天影场的高峰导演 他导的有一个电影 他给我打 诶 哪边哪边 你后面干嘛 我说我这么拍戏呢 你赶紧赶紧赶紧 有一个剧本特别好 我也上 咱俩一块上 我说行行行 没问题 就这么着 我说你把那个剧本 给我发在邮箱里就完了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看了 要你演什么 我演他儿子 这便宜账 其实我就看 我说你有多远 给我滚过 不是 他以前啊 我们俩平平拍过一个戏 然后按备份叫 他管我叫书 叫了有八十级的书 所以有这个基础 说实话 你们两个原来在大学 做同学的时候 因为你高两届嘛 学长 有印象吗 我对他有印象 我对他也有印象 各分别说 不是一届的 怎么会有印象 这人怎么长这么老啊 我第一次对他印象特别深的是 看他单那个交作业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 他演了一个四十多人 又来了 一个干部 说结果吧 就捏脚的 捏脚 对吧 在那捏脚 你们在那躺 五十 五十多 五十来岁 我说这人演得太好了 就太到位了 他把那个年龄感啊 把他当时的人物那个状态演得特别到位 当时他们才刚上二年 因为专业对这个人关注了 对 我觉得这个人演戏好 你这一介绍我是夸我 然后你还不好听 我这一会儿我得说我怎么认识他的 对对对 我想了解一下 这一下就显得是人的层次 境界 显得是人的首段 因为我们这种艺术学校有时候吧 就是相邻的两界有时候关系反到一般 总是隔着一界关系特别好 那时候就是那些诗歌嘛 在我们诗弟面前都要表现感觉诗歌的样子 腰板挺得很硬 看人都是那样看 这么能看 唯独他 端着个肩膀 撕着个牙 诗弟 就完了 然后我就说 这个诗歌好 很随和 所以这是他对我的 就是我那会儿用他的第一印象 这个诗歌特亲切 我是很亲切 但我从来没有人 我也太没错 我有亲和力 好 说到亲和力 我们说下面一个事 我听我们导演反应 说李乃文见一个人要 见十次以上才能记得住 不止 你得看那十次的 那个见面的频率有多少 有多快 假如说你隔半个月见一次 那前九次的你白见 你挺厉害 刚才我听说在化妆间的时候 然后咱们这个编导 见他 应该是在两天到三天之前 两天前 两天以前 他们面对面的聊过有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然后今天在化妆间一见面 你编导说 乃文 乃文 还是见过 你是小的时候摔过还是怎么着吗 没有 被门挤过 那有没有夸张的时候呢 有一次我们吃饭 我跟另外一个哥们 在门口 我那个哥们碰到他一个熟人 俩人打招呼 打招呼 那个人就看着我 我聊天 有助理 你 我是谁 你不是当时那个谁的谁的 他也认错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是那谁是这 我当时就碰了 我没有打他的欲望 但我真想骂他 有没有被没劈的感觉 我真有 还有一次 我跟你说 犯了一个大傻 我们去德国演话剧 整个剧组在德国几天 是共同工作 共同演出的 然后最后演出完之后 回国 在机场 然后在这正等着呢 有几个人说话 我跟他们打招呼 他问我 在德国 你有收人啊 牛啊 没事吧 这是咱们剧组的灯光师 但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对这个也挺苦恼的吧 对 那你就原因是什么 你有分析过就是 我们从病理的角度 或者说健康的角度 好吧 我承认我有病 我有药 我安慰我自己的 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 小心眼的人记性都好 对 心大的人 对 他一般他都不爱及事 哎呦 黄子宾 我觉得你真可憐 跟他当朋友 你说得过他吗 他说过他 他怎么都有理啊 天津人嘛 我们首都人应该让一点 他离得近嘛 他能记住你万幸吧 对对对 戏中 他是亦正亦邪 让人又恨又爱的 坏小子 他是憨厚温和 他是努力的 心好男人 戏外的他们 是交情过硬的 默逆兄弟 实力派演员 李乃文 房子冰 做客超级反论 房子冰 对朋友细心照顾 亲手制作 多种美食 反刀毒手 你们吃人的 喝人的 人家伺候你们 你们要把人打一顿 这不应该的吗 对 那你 当然你服务得到位啊 一个人坐在那 然后打一头 揣一头 挠一头 然后之后 好了舒服了 咱玩吧 我也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李乃文 房子冰 对一般共同爱好 一人称奇 看韩剧 后来我还真上眼 哎呦 看到我呀 哭呀 就是一直看到你 就是你睡觉 你都没法好好睡 醒的时候 还在那个情景里 就看着气的 哎呀 我说他们俩都怎么办啊 然后打开 然后接着看 就这样 两位看超女 反正有些人嘛 一边看呢 就跟着一包女人 就在一个男的 咱拿手机 嗯嗯 快快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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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来不及了 休息间男朋友 感激对话 温暖轩唱 他的脾气 挺性 各个方面 我是 我是 对我媳妇还了解 比较了解了 而且他身体也不是说特别好 你说我的同时 你自己也得 对 确实得注意 诸图精彩故事 就在本期超级饭问 我觉得到底你们两个 听我的意思 什么时候就开始成哥们的呢 因为2000年我们一块 最先开始拍了一个电视剧 演片子 我们俩在一个组里 开始走的故事吧 对 开始走的故事 那时候忽然发现 哎 我分不清谁谁了 最下角的李乃文 右上角的是 对 那个 而且特别透 就那时候没有那么熟 然后呢 穿着这个 你看穿这个警服的衣服啊 因为我这啊 我这个胸口有一个疤痕 然后我去那个服装大姐呢 我说 我说服装老师 我说那个跟您说个事 因为它是开口的 我这个疤会露出来 我说您能不能呢 就在这个 这个衣服这个上面 给我定个按那个暗口 这能看出来 这无论 这边有个暗口 能定个暗口 这样呢 就我们把疤给盖住 他说行行行 没问题 他说旁边刚走 刚定了一个 所以后来拍戏的时候 我就直接 哎 我说你这是不是有一个 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知道 然后整个就发现 其实大家还蛮谈的来的 然后好到什么程度呢 那段 合作的就特别愉快 就找我 比如说因为我们的 好多记性的东西 然后我但凡我这话一给 这天津人立刻 就别忘了 北京人 然后一点都不在掉地上的 特别好 就非常默契 对 到这一环节 就有点互相捧的啊 听说 这实质求是这个 听房子边的车 经常是给李乃文用的是吧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他有时候 有那么一次吧 两次 三次 差不多吧 我都会这么多已经忘了 反正我知道他那个车 开的次数没有多 买了一年的车 哥那儿有三个月 我开走四五个月 三四个月 也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 过年我还开回去 好的 对 对 会把你男的比较车 都自己老婆一样 男人那样随便开 那他有好几个车 那怎么 当这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 事业是不是都是刚刚起步 那时候 是什么账台 他相对还好一点 我那时候稍微好一点点 比他有点甜 就是能够出去拍戏 他那时候是化石 永远站在话剧舞台上 对 然后也不挣什么钱 那时候有没有特别大的理想呢 那时候理想就是 能够买一套自己的房 买套房子 买套房 说哪个房不错 装修成什么样 对 然后能够让自己的 地板要用什么闪 对 强什么闪 最后我们一开始的房子 都是那样 白的 白地板 我们今天是装修 按照统一装的 对 你们两家装的都一样 差不多 回去你再跟回妹 那家似的 所以但其实那种 有点理想的时候挺好的 没有钱 再勾勒着当时的那些想法 其实现在看看 因为现在 乃文也开始火了 大家有各自的事了 其实挺怀疑 那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小演员 有没有觉得自己将来 能够像那种大的 像姜文一样 你也信 对 去想一想那样的一个憧憬 当时你没有聊过吗 那时候没有 就是想当个好演员 其实乃文包括我 我们这么多年 到现在 还在踏踏实拍电视剧 拍电影上 以至于还在 干一些舞台工作上的事 就说明 大家还是把这个视野 看得比较多 去德国演话剧 在200 2003年 对 2003年我们去了 你们说中文还说德语 中文 演的什么 李察三世 我们这里有张照片 一起来看一下 在前方 这里 在德国的后台 德国后台的门口 我想了解一事 因为乃文上次来节目的时候 说到当时拍集结号 跟王宝强住一个房间 然后每天就照顾 王宝强的生活 给他做早餐 煮鸡蛋 到后来 王宝强后来离开剧组以后 不习惯了 咱没人煮鸡蛋了 他跟你去德国 他会照顾你吗 我 我11年了 我从来没吃过你的鸡蛋 想吃 怎么说呀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他必须得 从里到外 都他一个人操拾 就是吃饭呀 就是吃饭前要吃什么 他想怎么做 他来 做完以后收拾 他收拾 那时候我有第一个家的时候 还是个小房子 他们这帮人就过来 一进来呀 吃着玩着闹 在这儿 他吃着给他们做饭 做完饭之后呢 吃完之后 你们别动别动 别让待着 然后我收拾完了之后 把桌子地面小吧 腾干净 那么再接着玩 我习惯了 你不抱怨 不抱怨 享受 不让他干 他会抱怨 对 你真美好 谁嫁给你太幸福了 我都是比较爱 杨小姐嫁给她了 对啊 然后另外主要是什么呢 他们玩吧 他们也不爱带我玩 为什么 比如说打个扑牌吧 我可臭了 你知道吗 都给你煮啊 瞎玩 就是稍微有点智商的东西 那就别让他了 咱得收拾东西玩 那根弦不在玩上 做完了之后 他们还什么呢 一稍微不高兴 对我开始 送了公表 几个人一份 那你 当然你服务得到位啊 他们怎么动手动脚 你来抱怨一下 几个人给我按在那儿 然后打一头 踹一头 挠一头 然后之后 好了舒服了 来玩吧 然后这是自己 整整衣衫 上厨房 过过洗碗 这个结果 结果肯定是这样 但是你们应该想想 他中间要做 做一些什么 让人想打他的事 什么事 他招你啊 招你 他要是 没事 招你啊 没事 搞你啊 最后大家都不理了 最后 结果以后 把牌一放 就是 听到他老师 高通声啊 现在我们有时候 机会也是这样 就还这样的 还这么玩的 还这么玩的 你们吃人的 喝人的 人家伺候你们 应该把人打一顿 这不应该的吗 对 这人的焦友知道 我也特别享受 这个过程 一拍完戏 回来之后 就开始打一块电话 吃吃饭吧 过来吧 我们在微博里 发现了这个 房子斌做的 这个美味 我们来看一下 天哪 这是你做的 对 这是今年的情人节 然后我给家里人 做了个蛋糕 好棒啊 纯起司的 没有烤过 真的啊 纯起司 没有加面粉 没有进过烤箱 烤冰冻出来的 纯的起司蛋糕 那这个最后谁吃了 这个就是那天 我老婆跟我小姨子 吃 真没地位 做了半天 对 我觉得林乃文 你不可能吧 做成刚才那样的 有他在 我干嘛要做 啥人呢 这人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说 今天上午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晚上 录完这个节目之后 你去哪 我说没事啊 上家里吃饭吧 我当时崩头 一下这大部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今天中午 正在家 来请一个朋友吃饭 我已经忙活一中午了 他就说晚上来家里吃饭 你烦是吧 你是不是因为烦 你是不是怕麻烦 我把你叫到家里吃饭 是因为想让你做 好了 我无语了 你怎么那么辣啊 肯定是 我都这么邀请他了 当然了 不是 11年了 他从来没有带我们家吃过饭 关键有什么前提 我11年了 就没在他们家吃过一顿饭 更何况他们鸡蛋都没吃过 他说来家里吃饭 我已经完了 完了我又得做 然后我说 谁做饭 来我家里 咱们可以把外卖打到家里吃 我说好啊 好啊 这么热生活的一个人 李乃文 乃文 学着点 他生活中有什么缺陷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怎么 你说话一心 稍微慢一点点就可信了 有没有 没有 很完美 比如说 太慢 你再快一点 要更好 没有 就没有 太难把握了 胆小怕黑 不敢走夜 那 作为一个男人 这不很正常吗 有一次 我们动排练呢 跟我说 哎 我昨天晚上 回家夜 走那小路 你给我吓了 说那个后面 总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 我都不敢回头什么的 刚才我笑话都傻了 我说这像 这像他这样的 在马路上走 一般是人躲着他的呀 他自己就能已经 而且爱怀疑你 胆特别像 有时候我们晚上拍夜戏 几个人在一块消磨时间 互相讲一些可怕的事 恐怖故事 对 我真往心里去 然后呢 就我对那根弦吧 永远是比较 跟这种感觉 看恐怖电影害怕吗 那没事 爱看吗 不爱看 实力派演员李乃文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早年间 在话剧舞台大放异彩的他 从热播剧 动什么别动感兴起 逐渐将工作重新 转移到影视界 无论是电影节节号 还知道近期热播的电视剧 借枪 风声传奇 李乃文松弛自然的表演 都令无数观众印象深刻 这顿晚餐很特别 看来是为了明天送二位上路的 怎么样 还满意吗 同样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的房子彬 从预观音中的野军开始 在诸多影视剧中 都给观众留下了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印象 并一度成为音频上的好男人代言人 最近房子彬更是开始涉足主持界 风风火火的主持起了美食节目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 既出演小人物渐长 且年龄相仿的两人 生活中竟然是对超级好友 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故事 又是怎样成为至交好友 本期超级访问将为您逐一解答 生活中心如兄弟的两人 工作中却无法正常合作 你们两个演戏的时候会不会笑 没办法是演 就不能眼睛看眼睛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人笑 精神已经控制不了 只能靠生理 什么叫生理 手掐 嘴尺咬 咬舌头 咬舌头哪疼咬哪 这实在不行 掐大嘴根 鼻奈闻 房子彬 飞帆共同爱好 必然称奇 看韩剧 后来我还真上演 哎呦 看到我呀 哭呀 偶尔 眼睛会湿 然后呢 就是一直看到你 就是你睡觉 你都没法好好睡 醒的时候 还在那个情景里 你就看着气的 哎呦 他们俩他怎么办 然后打开 然后就确实看 两位看超女 玩有些人嘛 一边看呢 就跟着一包女人 就跟着一个男的 拿手机 快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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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来不及了 鼻奈闻至今单身 房子彬热心牵线 确招冷带 我个认为哈 你从前也帮他介绍过 帮过红娘嘛 但你给他介绍的时候 他出现的症状是什么 他出现症状就是 啊啊啊 然后人女孩一看 他也没跟人家说话的意思 那女孩就说 我走了 拜拜 就这样 你的这个桃花 你得我来给你安排 多久 把他的事给落听了 别逼我啊 我这本事 速度可快 兄弟间男朋友感性对话 温暖全场 他的脾气挺轻 各个方面 我是 因为我媳妇还了解 比较了解了 而且他身体也不是说特别好 你说我的同时 你自己也得 对 确实得注意 诸多精彩故事 就在本期超级放乐 你们俩人演戏的时候 会不会笑 没发现是演 就不能演人看眼睛 实在不行了 在同一个画面 或者说在同一个舞台上 就是永远就是 我看他耳朵 他看我 左耳朵 我也看他左耳朵 是错位 对啊 错位 有在话剧舞台上笑过场吗 有 话剧笑场太可怕了 只能靠你的生理控制 哪次啊 我们那时候 最早以前 应该是演那个 故事新编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演的 也不叫什么 没有角色的名字 前面有两个人 一个 一个武术 一个舞蹈 两个人在进行行体 我们一帮人在后边 互相抱着 在那坐壮 转圈 当时是谁啊 就排了点生理的气 这种东西吧 就是放弃 什么叫生理的气 然后呢 于是乎这些人 全都忍不住了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人笑 笑了以后吧 都应该 比如到那时候 应该大家分开 说各自的词了 谁都不分开 谁也不分开 就那样 飘着飘着 因为知道 他一一分开 你的灿烂的笑容 你就大家就 特别看得见了 就是因为 我抓住他的原因 是我分不开 因为我笑的已经不行 我让他 抓着别人 因为他也不行 就这一圈就互相 这本来是 可能是半分钟 大家就起来 那可能只有 两三分钟 精神已经控制不了了 只能靠生理 什么叫生理 手掐 嘴唇咬 咬舌头 咬舌头 哪疼咬哪 这实在不行 掐大腿根 没办法 真的 还有一次就是 我们演话剧 新百青猪园 我们都在 我们是一个 就是一群男的 正对着观众 坐着一束牌 他呢 他演两个角色 他那天可能有点发烧 我那天发烧 然后呢 他站起来 他应该说 我是谁谁谁 我听说了 敌人要来了 他一发烧 他就把后边 那个角色的名字 就叫出来了 我是李世满 敌人要来了 然后接他词 那个老师呢 一看 这词错了 观众肯定听不明白了 然后说 哦 你是李世满 不对 你再说一遍 你是谁 然后我就更 更加坚定的说 我是李世满 缠起来了 我们所有人都笑都不行了 就这样 憋着 快憋得不行了 做的第一个是台湾同学 新白青 就这样 你都不行了 最坏的是谁呢 不圆圆 在刺目条 拉开了 看我们都笑了 然后就悄悄地喊一句 别笑 你们都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哎呀 这一声不要 让教育 据我所知 新白青之后 他跟我说 他就已经 就抓着凳子 然后他就 没办法了 他就只能 就是把头 就仰到天花板那 就这么喊 就那无声 然后所有人都是这样 没有办法 我想问一下 借枪看了吗 他的表演 评价一下 是因为今天来这个节目吗 我昨天特意看了 我觉得乃文这么多年太熟了 他表演什么路子 下一个玩什么小花活 很了解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戏 他的最后一集 就是在某些眼神处理上 乃文很厉害 大家一眼 那个人马上就可能 就要暗杀好像是 是不是暗杀 然后可能都有 有一个时间点 然后他一个人 自己看着表 那个时间 那个眼神 我是觉得 我看到乃文表演 有史以来是最凶的一次 凶是 感觉 对 最凶的一次 因为我不知道他演什么人物 反正我这种状态 我没有见过他 你对这个评价感到满意吗 我在想那场戏 我在干嘛 健王真佑南 今天是个黑色轿车 所到之处 受到日本侨民的热烈欢迎 气氛将盛大了节日 这是一个亲人难得的光荣 现在汽车已经驶入公岛街 黄金方面 这是最好的经济活动 他们相信 家人心啊 一定能全身而醉 那正好就对了你的《借窗》这部戏 你给自己 你觉得对你来讲 这个演艺事业 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台阶 这种这么有特点的角色 我没有 以前没有碰到过 当时我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怎么演 别人不说人话呢 那我跟导演交流 沟通的时候 江南也说 他说你就 很坦荡的把这些话 说出来就行 但是你还不能太过 太过的话会非常假 因为他那个词已经很过了 纯收了呢 这个好多里面的戏又没了 后来播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了吗 我看了叠了 你刚才说那个词 就不像人话 然后说过了就会过 那你说看 你记住 有没有哪句 像比较深的台词 有没有 就是没事 把徐志摩的诗拿出来 最是那一滴头的温柔 像一朵 像一朵水莲花 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 有蜜甜的忧愁 沙羊辣辣 还就很酸的说出来 看这些词 这个台词的设计 对 就是 就是你 其实你又是个特松弛的那种 特别松 对 特别松 真的真的特别松 是我 我是挺松的 好 包括这个戏 我们再聊聊两个人的关系 那个你们有没有什么 共同的爱好吗 共同爱好 很多的 生活中吧 聊天喝茶 瓶酒 你就说喝酒吧 瓶酒了 行了吧 把人想的那点瓶点都弄了 就喝酒 看韩剧 看 台湾玉不是共同的爱好 是他自己独特的爱好 没有 我听别人说 他把人鱼小姐 我也不知道多少集 一集不落 全看完了 人鱼小姐多少集 我不知道 八十集还是多少集 好多集 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面调台 我说这什么戏 中央八再放 看了一集 然后我就看进去了 每天下午我记得 然后有时候去他们家的时候 去 大家要是想聚一块吃个饭 吃个晚饭 我会下午提前去 就把那个电视打开 我要追那个人鱼小姐看 然后他们就说你行不行啊 都放了好几遍了 那他要是没看 他怎么就要放了好几遍了 听说啊 你为什么迷住了这个戏呢 你迷住了吧 没有 就觉得那个 这个家庭的 他这个人物关系好了 后来我还真上瘾了 专门又买了一套叫那个 冬季练歌 冬日练歌 冬日练歌 哎呦 看哪我呀 哭呀 偶尔会会会会眼睛会湿 然后呢 就是一直看到你 就是你睡觉 你都没法好好睡 就我必须要睡了 因为就是明天下午 可能他有事 但是我会一早就醒 醒的时候 还在那个情景里面 就叹着气的 就拿出一张碟来 就放进去 哎呦 他们俩可怎么办啊 然后打开 然后试试看 就这样 我这十一年了 头一次听他说这样的话 哈哈哈哈 那个 这什么样的话呢 什么意思 就乱说 就真是这样 那你们有没有 后来我觉得 以后就不算 这十一年味比较喜欢 比如看足球什么的 是公团 足球 看 世界杯 世界杯 看 世界杯都能到什么程度 提前他要做一桌饭 世界杯 要喝啤酒有关系 我们要把啤酒准备好 哎呀 大家喝得非常爽的时候 他说开始了 开始了 然后我们俩 声音调大 那时候 他要是还弄得头饮 对 我们是打在墙上 打在墙上看 坐在沙发上 哎呦 看着那酣畅 酣畅琳 对 然后他就问 你觉得 哪个队能赢 我说你觉得呢 他说我觉得 穿红的那个能赢 这么少 他都不知道 谁跟谁比 然后他说 然后他说不对 我觉得黄的 肯定有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看畅琳 美球迷 他们就看了一锅西红柿草叹 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 那个感觉 然后互相吹着 然后找个事 对不对 合理的聚在一起 对吗 对 好 那看足球是共同爱好 对 我们还打听到一件事 看韩剧是他个人爱好 两位看超女 对 然后还互相 你挺他 他挺他 这样的 我觉得太好玩了 只看过一届 一届 你们是哪届 第二届 就李宇春他们的 对 李宇春 张亮 张亮 周比畅 你看我们都知道 那剩下的几届 和解 和解 对 你看到什么程度 你们 反正有些人 一边看 就看那屏幕下方 那号码 就拿个手机 就是 投票 跟那一包女人 就他一个男的 咱拿手机 快快投 时间来不及了 因为你会有标准 你觉得谁唱的好 你觉得喜欢听谁的歌 那我一看 因为这倒是怎么 我这不应该 我这唱的很好 投票 谁啊你投票 张亮 你老婆那投的谁 张亮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 审美都是差不多 一样的 后来碰到张亮 你们不是后来 在一家公司吗 碰到张亮 有跟他说这事吗 没有 为啥 人家不稀罕这一张 人家也要稀罕 应该不稀罕 对 王子宾 你给他分析一下 他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他喜欢的女生 是不是张亮 那个类型的 你现在是一个人吗 你管呢 他现在啊 我不知道 因为虽然关系这么熟 但对于他私生活方面 我呢 快点说还是慢点说 你先说一遍 你认为正庞的 我觉得私生活吧 反正跟我也没关系 我也不带款 那你慢点说 慢点说 他的私生活的标 你快点说吧 还是 你学问他 没有 他的这个 我个认为 因为曾经也帮他介绍过 帮过红娘 然后给他介绍 没成 后来就是这事再也不管了 可能觉得他的要求比较高 不上心是吧 对 然后我们就是特意给安排了一个局 吃饭的局 把那个女孩叫过来了 女孩 我记得 后来我记得应该是个 幼儿园的老师什么的 很小小玲珑的感觉 幼儿园老师 反正我记得不是老师 就是大夫 还是幼儿园没大夫 这不想管他们说的了 儿童台的那个 儿童台的那个 越说越多了 但是第二个 是吗 反正就 我跟你说 主要过程吧 应该从老爸儿童那边 给他介绍 我哪知道 儿童台呀 儿童幼儿园呀 就是他女儿 不是 他生活中 是一个特别需要人照顾的人 但你给他介绍的时候 他出现的症状是什么 他出现症状就是 然后我们就是 因为不能直接说 说你俩聊聊我们走了 没有 就大家还在开玩笑 玩玩 差不多了 人女孩一看 她也没跟人家说话的意思 这女孩就说 我走了 拜拜 就这样 基本上介绍一次两次 我们就归心了 说白了 就感觉要人对 对 是怎么都行 你感觉不对 你没感觉你去见他什么人呢 我不知道 都是我们这帮朋友一块 给他忽悠的 对忽悠的 因为看他一个人太 太孤独了 我觉得他比较喜欢的 那个女的是能照顾他 能跟他一起玩 豆瓶嘴 挤得挤得 真的吗 哪去找啊 这绝对的 你的这个桃花 你得我来给你安排 你不觉得咱们超级房子 经常跟人说说 这人过一段 要么恋爱了 要么结婚了 要么生孩子了 要么生孩子了 多久 把他这事给落听了 就今年 还别逼我啊 我这办事速度可快呢 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 现在我给你俩 大家可以到我们俩的微博留言 当然房子冰的微博也可以留言 房子冰与当年中系的同学杨雨婷 如今已是演艺圈中出了名的恩爱夫妻 而女儿房心妍的出生 更是让这个幸福的小家庭 甜蜜的令人羡慕不已 而作为好兄弟的李乃文 至今却依然单身 这让他身边的朋友们都看在眼里 挤在心里 随着近年来 李乃文的事业预发红火 与朋友们相聚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 房子冰也用朋友间特有的方式 不时的提醒了他 他最近这一两年很少在一块了 顶多就是我们的健身聚会 在微博上发一个 圈耶 李乃文 气死你 我在山西的山里正拍戏呢 他们给我拍 就是他们在泡温泉 对 这也是我们家族的老四 唐旭 你们在温泉里面下棋 对啊 水中下棋 我们把相机放在水里面 然后隔着水晃晃晃晃的下棋 你真能玩啊 我们真余心何人 人家在山里拍戏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跟他现在聚会的时间啊 越来越少了 你看这又是我们几个人 中间那个瘦瘦的就是 是房子冰的太太 对 第二是我们另外一个鞋哥们的老婆 月仙 其实也不是真的气他 就想跟他说 现在聚会太少了 换一个 就缺我了 对对对 两位女运气太好了 真的我觉得做人一辈子 有一个房子冰这样的朋友就够了 问题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哥们 我们这帮朋友在一起 他们也可以给你管吃管喝 当然可以了 我经常是我就是属于 今儿我在他这吃完以后 就他在他们家就却了 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人到一定程度 有名有钱 没朋友 没爱好 其实是一种特别 非爱的事 非爱的事 没有真的是 劝两位也要这个 因为我觉得两位 其实很懂得生活 特别是房子冰 对 哪玩这个 最强之后 我估计会吸一轮 很多戏的邀请 然后 我觉得一定要保重身体 然后两位 其实是好朋友 但有些话 可能平时也来不及 叮嘱对方 对 有没有什么要叮嘱对方的 今天在这里 可以说一下吗 可以看着对方的眼 说 别看 一定要看着眼 你说 看笑不叫长 看脸上 不让他们叫长 没有 我觉得吧 以前拍戏 越来越多了 学会给自己 看一个 给自己一个休息时间 钱是赚不完的 对 但是命是有限的 对 真的 因为在有限的生命里 能够享受生活 你要做到这一点 那你活着才 才油 才有价值 这是我个人 其实也是这么多年 就想跟他说的 特别是 现在 他现在 除了现在要拍戏 他父亲最近身体也特别不好 所以他自己还是挺能扛的 我说 我说完 好 好 那你看着方子冰的眼睛说 你对他的要求 他呢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了 哥们儿了 就是他的脾气 挺性 各个方面 我是 比我媳妇还了解 比较了解吧 而且他身体也不是说特别好 你说我的同时 你自己也得 对 确实得注意 对 大家走一辈子 确实要注意 注意自己身体 而且 少生气 因为他 他的性格就是有时 钻 有小尖 对 有时一钻进去吧 他就出不来了 他会这样 所以平时呢 就是他出不来的时候呢 我给他蹬出来 就属于这种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愿望 是愿望 要不再生一个 国家 看国家规定了 好不好 是 可以 我符合规定 他符合规定 要是牛的话 咱一块生一个 谢谢两位 谢谢 给两位做个小小的统结 我非常喜欢这期节目 因为所有人看 我们的演艺圈都觉得 这个圈里面 大家都在纷争 所有的都为了自己一颗地盘 没有朋友 大家今天看到以后 真的是有好朋友 有情有义 有血有泪 然后也欢迎大家 关注两位的微博 到微博来 跟他们互动 都是自己的名字 是吧 对 然后在新浪还在哪 新浪 新浪 对 那如果大家对他们 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说 对某个人 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呢 可以登陆他们的微博 当然也可以跟我们的乐丰网 超级访的专区去互动 如果大家参与我们在 乐丰网和新浪微博的 互动问题 您将有机会得到 由白老汇 百里公属的电影上 两位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几点了 不是 今天晚上我要去他家吃饭 对对对 那我们赶快结束 那期 会员果汁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在人静怀孕期间吧 我老琢磨 我这孩子出来 那个会不会少一只腿啊 或者老这么想 跟儿子从那个产房里 那一个车 在一个车里飞过来的时候 盯着儿子 直奔我儿子就去了 我再看看缺不缺什么 复提升人静现场探言 对儿子安全问题过分担心 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视线 我出去 后边这个人 他是不是走入这个 加快速度了 或者是离你有多远 你都要 都要随时保持这个 紧静性 你会到人静吗 人静晚上我根本就不让他出去 不迪生人静的另类爱情保鲜方式 在我们家里就是一坐脚 真的我俩就算了装钻桌桌里面 人静是不是基本道歉的 都是迪生大哥呢 差不多 我脸皮厚到什么程度 我说笑就笑 我可以就是正生气呢 我就笑了 你是突然觉得 这个事是做得不对还怎么着 家里你老婆不高兴了 那你说明你还是做得不对 是不是 感受一家人幸福温馨 又另类报告的家庭故事 进行锁定超级访问 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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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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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